来到机会 上前灌篮 博得全场欢呼 UBA难以及复赛27号来到第二天 福大于郑大才第一节比赛 身穿黑色球衣的郑大球员丁恩迪 就来个精彩灌篮 一开始郑大就以小幅度领先 到了第二节 持续将比数拉大 来到球赛后半段 分数差距维持在15分上下 但福大球员仍不放弃 加快脚步及起直追 尽管中途福大有几球精彩表现 但最后郑大仍以76比55击败福大 面对开赛二连败 福大总教练杨哲已表示 球员健康状况影响成绩 但之后仍会把握每场赛事 基本上从后面的每一场比赛 其实对我们都很关键 如果想要进四强后面每一场比赛 当然都非常重要 福大队长卫家豪则表示 对上球员较为年轻 完全没有大肆的 因此在经验及态度上 还去调整 其实只要好好修正就是心态 然后去执行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年轻 把这个劣势变成优势 我们可以再常常跑 跑得比赛更多 跑得比赛更快 就是一开始就不专心 然后一直掉球 或者是不专心就没掉球 因为就是大一 然后有机会上场就好好把握 这样子 28号赛程 福大要对上的 则是在复赛夺得两胜的一手大学 对手来势汹汹 球员们表示 会好好把握上场机会 努力为球队建功 人士新闻 阿拉斯普罗路亚 新北新庄采访报答